嗨,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凯西的理财冒险 凯西现在有开专属会员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谢谢大家 之前呢,都有一直在支持我跟看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知道呢,Palantir这档股票 是我重仓3万块美金的股票 并且买在9.7块 这家公司的风吹草动呢 我都必须要紧紧跟随着 所以对我来说呢 真正的去了解这家公司对我相当的重要 毕竟呢,我在这家公司投资的也不少 这次呢,Palantir的demo show 期待已久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show呢 主要呢,我觉得他们是因为希望 更多的业主呢,可以了解他们的公司 并且呢,更想使用他们的产品 他每个产品的表演其实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每个系列呢,其实都有他主打的功能 让我本来的轮廓呢,更加的清楚 去了解 说真的,这个真的是给专业的人士看的 我看第一遍第二遍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技术和术语 所以我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 在他表演Gold 10的部分呢 真的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就是《凌晨密令》 这部电影是在讲询如何追寻宾拉登的 我觉得这部电影呢 让我可以跟Gold 10可以完美的结合 所以有兴趣的人不妨可以去看这部电影 再来回头看看Gold 10呢 应该会更有感觉 Gold 10是如何在政府部门运作的呢 假设现在主题是要保护在外国的美国大使馆 当他们受到威胁跟挟持的时候 这样Gold 10是怎么样去帮忙呢 Planter的操作者可以在美国华盛顿这边 直接去操作了解 即使这美国大使馆可能是在非洲 澳大利亚 纽西兰都好 他都可以透过Gold 10 在美国华盛顿去了解整个状况 首先他了解完之后呢 首先他会开始做好所有资料收集和分析 例如大使馆的建筑物旁边其实有防空部队 所有飞机呢要尽量避免飞过这个领域 并且呢那些袭击的对象是谁 他也会做背景资料分析 于是他就开始分析从哪边派遣部队是最快最方便 并且要派遣哪些人 哪些背景适合在这次作战 然后他也会锁定敌人所在的建筑物 去做好所有的敌人的背景分析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看的电影 他会快速让大家掌握所有的情资 并且他会算好你抵达的时间 怎样不会被敌人发现 他可以透过Live的监视系统 可以看出现在目前的一草一幕 在当地的情况 并且会及时分析所有资讯 Planter的COO其实有简单的说明 你就是收集好资料 完整了解后给予最好的答案 简单几个句跟大家讲 就是收集跟了解开始行动 因为这时候一分一秒都是相当的重要的 不可以浪费时间 这demo真的不是一开始就看得懂 毕竟公司派出来做demo的 都是最顶尖的专业人士 反复的看之后 还有自己有一点相关的背景 所以我才了解重点到底是什么 再看下去 我看这部片已经看到三遍以上 里面太多新的专业科技和术语 也让我联想到说 这些顶尖的科技 早期其实都是国防部在使用的 这样让我想起就是以美国顶尖的一些产品 早期其实都是国防军方在使用的 慢慢的才开始走向商业的模式 像是GPS还有手机 都是国防部早期先使用的产品 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商业化 所以看完Palantir的demo 在10年前的Palantir已经把云端以及边缘计算都成熟化了 在10年前的Palantir的云端还有边缘计算 还有Multi Cloud已经了解这些科技并且运用在国防部当中 可见他们很早以前他们的技术就完全成熟了 并且在不断的运用 这15年他们也不是白混的 科技已经如火纯青了 并不是一般的SAS公司可以追赶上的 接下来我来说阿波罗的部分 因为之前的三个视频当中 我比较没有提到这一块 这个阿波罗太阳神是很重要的 它是一个不断把最新的软体更新 透过云端传送给客户 这个听起来是有点像JFRO 就是类似这样的科技 这样他可以保持客户的系统 还有产品都在最顶端的状态 阿波罗也是主要他们云端计算的大脑 例如在非洲某个地方 没有网络航开 阿波罗可以运用它云端计算 还有它的基础建设 可以马上建立平台 透过卫星 还有自己亲手打造的SAS的云端 所以它可以比谁 在最短时间最快速度 建好一个云端系统平台 收集了解资料并采取行动 并不是只是使用在作战的范围之内 例如石油公司好了 帕兰提尔可以先帮你在那个地方探勘 他可以快速了解当地的状况 然后给你最好的协助 阿波罗这个系统 也是可以跟更多类型的 和多重云结合 你们要明白 帕兰提尔之前是和国防合作的 所以他是最高机密等级 所有资讯 Demo里面就有提到Google CRM 还有Snowflake 像Snowflake它的保密度是IL2 但是帕兰提尔是IL6 所以我上网Google一下 这当中代表的含义 IL6是最高机密等级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IL2差IL6 还是差了四阶个等级 因为公司内部的所有的软体硬体 一草一木都是他们自己建立而成的 完全没有靠任何外来的技术 表示这个家里面住的都是自己人 没有外面的人了 所以保密度相对比一般高 这部片大部分时间是讲Foundry这个东西 他希望Foundry可以变成它的主力 Foundry基本上是把机构里面没有灵魂的资料 把它电脑化 帕兰提尔可以把这些资料模组化 然后一块块的模组 把它整合成一个平台 叫做Ontology 然后通过它的软件系统 可以了解整家公司的运作 在这边呢 企业老板可以采取两个动作 第一点可以快速简单的了解公司整个结构 他可以观察公司的运作方式 第二个 Simulation 也就是模拟 这也是公司最值钱的地方 这当初呢 其实也是拿来作战用的 到底什么是模拟呢 我想了一个例子和大家说明 让大家能更明白和了解 假设呢 他是AT&T公司好了 公司呢 想把3G的站台拿掉 因为他想已经有2G 4G 5G 涵盖应该是够了 这样的决策 对公司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跟冲击呢 透过Palantir的模组化平台 他能快速的了解计算 没有3G这一块 那在成本上是否会降低 或者是营收会受到冲击 那客户的满意度是不是会下降 这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Palantir呢 不只有你公司的资料 还有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资料和资讯 像他就可以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现在在使用3G系统 还有现在有多少人还是使用3G的手机 所以他可以给你一些数据分析 让你去参考 更容易的去解决跟判断你目前遇到的商业问题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家公司真的太强了 很厉害吧 也不枉费我当初这样看好还有投资 个人觉得这公司呢 可以生存这么久 多多少少也是受到政府的帮助 才有办法专心研究和开发产品 但是可能觉得只有政府用好像太可惜 要浪费了 像其实拿出来赚的钱好像会更好 就像早期的GPS也是因为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我当初会投资它呢 也是因为我觉得不需要经历公司的成长过程 它已经具备所有的条件了 我觉得Palantir好的地方是 我已经直接投资一个成熟的科技 现在最主要是要看大家市场 企业对它的接受度大不大 不是说你科技好 大家就会享用 毕竟呢 它有政府背景 所以有些公司可能会退避三社吧 所有企业都有自己的隐藏的秘密 不想给人家发掘的 像是财务啊 或是等等方面 所以这家公司的股票股价将来会是如何呢 这也是很难判断的 所以公司虽然有好的产品 但是呢 也是要看这些企业或公司的接受度 毕竟公司还是要营收和客户成长率 才能真的成为一个标股 今天凯西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 希望我这次花了时间研究之后 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能让大家更了解Palantir这家公司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麻烦记得订阅点赞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